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 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歡迎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我和袁大榮自然療法醫生 會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些 自然醫療的資訊 最新發現 幫助你和你家人能夠認識 多一些安全又有效的自然醫療工具 能夠享受到快樂的人生 好,袁醫生你好 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會繼續 上幾集的題目 是健康之道在乎酸鹼平衡 上集完醫生提到 有什麼食物會危害我們的健康 例如一些很酸性的食物 牛奶、乳類產品 精煉過的食品 糖 或者一些不太新鮮的穀物類 我們今集會繼續 跟大家分享一些 什麼食物應該避免 我們經常都很強調 如果我們的身體酸鹼不平衡 我們的食物 令到我們身體過分酸化 我們會咬一些 咬一些酵母 酵母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食物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酵母 例如啤酒酵母 也有麵包 也有麵包 製糕餅 也有麵包 製糕餅 很多食物都不能避免 我們知道 其實這些是屬於一種 叫做 一種 臉豬菌 或者酵母 除了我們吃麵包 也有 譬如啤酒 和紅酒 其實可以這樣說 都是酵母多 而且酒精也有多 麵包 和糕餅 那些 總之 發過麵包 麵粉 發過的食物 還有 穀類 糖粉 這些全部是單純的甜粉質 我想這些全部 大部分都是一種有問題的食物 所以 吃任何酵母 或者 當中營養補充劑的酵母 或者含有酵母的食物 都會增加我們這種 微生物的真身 以及會產生真菌的毒素 還有一個問題 原來我們發現 如果吃些酵母多的食物 它會引發我們的腎石 不單止腎石 還有肝石 膽囊石 甚至腦裏 都可能會出現這種問題 這個大家都沒有想過 好了 骨的骨齒 骨的出現 石的沉澱 骨質性的關節炎 雷鋒濕 一般的關節炎 腎病 心臟病 糖尿病 原來在1990年有個研究 當時 給老鼠仔吃的食物 是差不多含有10%的啤酒酵母 竟然會出現糖尿病 好的 這些酵母也會製造其他病 例如Sarcoidosis Sarcoidosis是一種叫做自身免疫的問題 它會影響我們的肺 眼睛 以及皮膚 肝癌化 以及多種型的癌症 譬如乳癌 痴尼絲癌 以及肝癌 其他的問題 包括 Cronus disease 一種很嚴重的大腸炎 以及一般性的大腸炎 所以在我們的食物裏面 我們要小心點 看清標籤 看看有沒有 最好 最好就不會有酵母這種成品 原來有酵母的食品 是有這麼多問題的 那菇類的食物呢? 其實菇 Fungus 以及我剛才說的酵母 都是挺相似的 但最主要是 他們吃了之後 他們身體經過消化 會變酸的 這就是那個問題 當然 這些菇類 都會有很多 真菌的毒素 導致我們 毒害我們身體的細胞 導致我們多方面的 退化性的問題 所以 有一種說法 其實沒有什麼叫做好的菇 雖然有些菇是可以吃的 但也有些菇是不能吃的 有毒的 唯一分別 有毒的菇 即時就毒害你 有些所謂吃的菇 都是慢慢的 慢慢的來毒害你 所以我們都不要吃 也都不要飲用它 總之 當方途徑 盡量都不要用它 所以 菇裡面也含有一種毒素 它叫做 Amenatine 這是一個很毒的物質 如果有 分量一大 就會即時致死 所以你可以看到 菇本身為什麼有些會有毒菇 毒菇有這些 Amenatine 這種毒素 但是總之 菇也是比較有問題的 所以盡量不要吃它 好了 另外一個研究 他是1979年的 有一個研究 有一個 相當權威的癌症的研究人員 他將那些菇的真菌毒素 就餵給白老鼠的食水 那裡 結果他看到 有21種不同的癌症出現 OK 我們知道 大部分菇都有五種成分 會出現在動物身上 出現致癌的特性 所以癌症和菇會導致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當然我們大家都認識 傳統上也有很多菇類 有很多營養價值和治療價值 但是有些人認為 既然有其他的工具 或者食物 都可以產生同樣的效果 可以嘗試用一些比較安全 總之 菇有很多疑點 有些人失意 是否一個這麼好的食物 大家都可以自己見仁見智 大家之方面自己考慮 袁醫生 最近市面很流行的螺旋組 有很多綠草的產品 那你怎麼看 其實這方面的營養產品 都開始有人會有些質疑 雖然這些熱綠素的植物 都是很多熱綠素 蛋白質 抗米鹽 還有很多其他營養素 但問題是 他們的生長環境 通常都是很酸的環境 其實這些螺旋組 的綠草 通常是在河泊裡的 綠油油浮在面上的渣 即浮渣 叫做Skum 其實是一種 好像一種髒的物質 大家都聽過 紅潮 紅潮 當我們這些綠草 過分生長 就開始出現了毒素 這些紅潮的毒素 會傷我們的肝 傷我們的神經系統 也有時會在動物身上 促進這些流種的成長 雖然我們都說 這些綠草 有維他命B12 有時吃素的人 就有這個問題 因為一般的植物 梳素裏面 綠他命B12 比較難找到 而綠草 有這些綠他命B12 但我要知道 其實這些綠他命B12 是怎樣來的 因為綠他命B12 原來是細菌 在動物的 或者雀鳥 那些糞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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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如果我們 要用B12 其實我們身體自己 我們的腸 我們的大腸 我們的腸 本身都會製造B12 因為都不需要太緊張 要在那些 動物的糞便製造出B12 進來吃 那有什麼代替呢 其實如果我們 不吃綠草 綠草的補充劑 其實我們吃一份 那些有機的 西蘭花 西蘭花 其實已經足夠了 所以我們很容易 找到適當的代替品 我們也要跟大家 說清楚這方面 我們有很多食物 但其實我們有時候 不需要靠某種食物 我們認識了 我們有很多其他食物 來吸收這種營養 那種一種問題 就是經過發酵 我經常說 Fermentation 發酵 有很多其他食物 有很多其他食物 我叫做Multiproduct 因為經過發酵培植的那些 譬如醋 我們那些芥末 就是芥末 那些芥末 那些芥末 那麼 那些芥末 牛扒 牛扒 醬 甚至芥末醬 還有一種辣筋 Horse Radish Miso 還有微蒸 還有所有的酒精 還有我們醃製過的食物 包括很多綠色的橄欖 香菜 酸菜 還有很多辣筋 其實很多這些食物 往往都會形成酸化的身體 還有製造很多黏膜的散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要小心點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看到 有一種豉油 表明它是沒有發酵的 我們叫做Liquid Amino 一種安基酸製造出來的豉油 它很強調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經過發酵 除了一些蜜的製品 比如我們蜜精煉奶 蜜奶 還有我們很多粟米 早餐和糖果 很多時候都是經過這些 真菌的發酵 導致糖分會高 還有會酸化我們的身體 令到我身體產生很多黏液出現 原來發酵過的醋是不好的? 如果酒精就更加不好 是的,很明顯 酒精都是什麼呢? 酒精可以這樣說 也是酵母製造出來的真菌毒素 其實酒精都可以這樣看 當然包括紅酒白酒 啤酒 威士忌 白蘭地 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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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些都是酒精的問題 但我知道 如果喝酒喝過多會怎樣? 會產生很多病 包括肝癌化 腦瘦症 癌症 對小小小孩會有胖兒的問題 甚至死亡 所以你可以想得到 喝酒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我知道 我們的身體 要將酒 演變成另一種 我們也可以叫做真菌毒素 我們有一種叫穴泉 SLDHIGH SLDHIGH 本身有它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酒精 演變出來的問題 很明顯咖啡因 也是一個有問題的食物 對 嚴格來說 我們有很多含有咖啡因的食物 譬如像朱古力 茶 汽水 不同形式的咖啡 即是低咖啡因是decaf 其實也不太好 為什麼呢? 這些食物會製造很多酸 還有很多黏液 還有很多人吃咖啡的時候 又吃高餅、甜品、dessert 這些全部都可以說是製造酸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 其實很多人喝咖啡 是會引到上癮的 是的 我自己家裡的菲蓉都是這樣的 那我都經常跟她說 不要喝咖啡 不要喝一些 某種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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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但是她都說她不可以不喝 因為她不喝就會頭痛 那這個已經很多人都做過這方面的研究 其中John Hopkins的醫學院 全世界出名的 她發現82%的人 如果她不讓她喝咖啡 即是讓她用假的咖啡 即是安慰藥的咖啡 82%的人都出現咖啡癮的問題 在美國來說 可以估計差不多多於80%的美港成人 都要靠咖啡的 可以這麼說 咖啡癮的問題是相當之負責的 很嚴重 剛才提到的食物全部都是經常吃的 那還有什麼食物我們是要避免的呢? 譬如我們香港人很多吃粟米 就是那些Coin Flakes 那些類的 還有花生的產品 我們發現 我們粟米會含有差不多25種不同的真菌毒素 我們都可以說是致癮的物質 那花生 原來都含有差不多26種 我們也知道很多時候 那些穀類、果仁 如果它殼爛了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會接觸到空氣的 那些穀菌的包子 慢慢地就會 令到它變酸 變成發毛 那很多時候 你也看到 那些果實的表層 有一點黑黑的那些 那些很明顯 已經受了污染 那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很多植物 本身可能有些抗拒感染的能力 但是呢 在這些果仁果實 或者豆科那些 這些植物本身 它是沒有這些抗拒 這些發酵、發污的能力 那好了 我們慢慢地吃回這些的時候 很明顯 就令到我們身體 是佈滿這些 壞的微生的物質 那我們也都看過 有些研究 是發現 如果我們吃粟米多 就會跟我們那個食道癌 和那個胃癌 有關係的 那那個 花生 跟我們胰臟癌 和肝癌 都有關係的 那其他食物 譬如有時候 那些腰果 和肝的那些 椰子 都很多很容易 都會受到污染 那所以我們食物裡面 其實是很重要的 要看清楚一點 我們食物上面那些 有沒有 有些黑的毛 那些那些 那些是非常之 壞的食物 明白 大家要小心去吃 講開粟米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用粟米油的 那其實是怎樣呢 那油那方面 我要小心 就是任何的 經過高溫處理的油 其實都 營養價值 已經大部分 已經破壞了 那很多粟米油 Canola 我們有些所謂植物油 其實往往 你都看到這個問題 是的 那我們買油的時候 要選一些 我們叫做 那個 冬炸的 cold press 那就是virgin oil virgin oil 就是首先那一層 就是第一次炸的 virgin oil 可能就是第二次 那主要是在那個提煉過程 就不要經過任何的高溫處理 那我煮食方面 我都盡量是用 就是橄欖油 比較耐熱一點 還有那個椰子油也是這樣 那主要呢 最重要是不要 煮到它變白煙 那就是呢 這也顯示 油已經是過 已經是溫度太過高的了 那所以油呢 記住呢 就不要將油煮得太高溫的 明白 現在在外面一般的食肆呢 還有有些人在家裡 貪方便都會用微波爐的 那我知道微波爐的溫度 是非常之高的 那是不是很差的呢 是啊 那我們知道呢 當你微波爐煮你的食物的時候呢 所有的酵素呢 就一定全部沒有了 就是它的生命力呢 都可以說完全削減了 那因為微波爐的 用那個 就是這麼快煮到 很明顯呢 就是它用那個 那個 令到食物的溫度呢 是提升得很快的 那 但是一個問題呢 原來在蘇聯呢 它做過很多關於微波爐 這方面的研究 然後發現它對食物和人體那些 那些 那些 就是那些作用 發生的作用 那它簡直呢 就是禁止用的 哦 是 在蘇聯呢 是禁止用微波爐的 那它發現呢 如果食物呢 是經過微波爐 處理了之後呢 它就會製造很多些 痣癌的物質呢 還有會減低那個食物的營養的 那維他命礦物源呢 可以說呢 是經過微波爐 是完全是沒有了的 還有呢 它營養 就是我們吸收的方面 譬如 維他命B 維他命C 維他命E 以及很多微元素 都大大減低的 OK 那肉類的蛋白質呢 就會經過了這個微波爐 可以這麼說呢 那個營養成分 完全都都都沒有了的 那當然了 微波爐呢 也都會干擾我們的生果 或者蔬菜那個那個 那個吸收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能力的 那最大問題呢 微波爐呢 令到所有食物呢 都酸化了 那我就跟大家提過了 如果我們用一種 用那個 我叫做Live Blood 活血那個細胞的體度呢 發現那些人 如果一吃了 微波爐的食物呢 那個活血那個顯示呢 問題呢 是多很多的 那所以微波爐呢 盡量都是少用的 那 我也都知道呢 很多那些食字 是吧 都會將那些食物呢 就經過微波爐處理 才給你 那我亦都知道呢 有時候呢 有些人會特別要求他 就是不可以用微波爐 幫我整熱他 那有時候呢 他會用其他那些 爐仔啊 看熱他 那當然時間很久一點 那所以我覺得值得的 即是如果你看到他這個 他食字呢 什麼鬼食物 幫你加熱呢 其實用微波爐加熱呢 那我索性你 就不要加熱 是啊 因為那個食物的營養 會大大破壞 而且很危險的 那代糖呢 代糖是不是更加有問題呀 所有的代糖呢 都是酸化我們的身體的 那我也都聽過了 像是Nutral Sweet 也就是Aspatane Saccharine Sweet and Low 這個牌子 Nutane Cerrolose Splendor 這個牌子 Exophane Sunnet Sweet and Safe Sweet One 不同的牌子 其實呢 它們在我們的身體呢 都會變成了一種 一種酸的 一種很致命的 足以殺死人的酸 那所以呢 當你去消化 譬如Aspatane 那類的 其中它一個成分呢 就叫做Methyl alcohol 就是一種酒精 一種好像Methyl 是一種甲醇的酒精 那這些會變成另一種物質 叫做Formaldehyde Formaldehyde 你知道是一種防腐劑的 我們保持的那些標本 動物標本 我們用Formaldehyde 浸著它 那這個是一種對我們的腦袋 一種劇毒 也都是一種刺牙物質 那所以我記得在外國呢 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 我曾經見過一個 講那個 一個DVD 那它好像叫做Sweet Poison 我們健康店都有的 那我也看過呢 它說呢 很多時候這些代糖呢 是會毒害我們的腦袋 那很多人都出現這個問題之後呢 就是身體發現很多些 因為食代糖的食物太多 那我們知道了 代糖呢 其中一個副產品出現 就叫做Formic Acid Formic Acid 叫做矮酸 那就是很明顯 是矮咬到你的時候 令到你很痛 其實這種叫做Formic Acid 是其中很多時候 是其中很多這些代糖的一個主要成分 好了 那我怎麼知道呢 會不會因為我食代糖 吃得多導致的問題呢 它的症狀可以很多 譬如包括頭痛 是 扁頭痛 雲 旋轉地雲 我叫Vertical 一種患病 抽筋法陽釣 情緒低落 疲累 疲累 情緒悶症 心跳加速 心痛 心跪 失眠 而且是 視力問題 聽覺失衝 以及耳鳴 體重增加 很多时候人们吃很多代糖 想着吃点糖分 但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都会令到他们反而体重增加 麻木感觉 肌肉抽缩 关节痛 呼吸困难 焦虑 还有说话的口齿不清 还有那个臭觉都失落了 有时候这些人造的代糖 可以引发或者加剧我们的关节炎 长期疲劳问题 糖尿病 肌肉疲劳 长期肌肉痛 脑的流肿 MS 多发性硬化症 白金逊 Alzheimer老人痴癌症 红斑狼瘡 脑袋的迟钝 小孩子的婴儿缺陷 甲上腺的问题 淋巴眼 还有发羊吊 可以这样说 一连串的问题都可以出现 我和大家也分享过 始终很多天然的糖分 都是始终糖分高 都不是那么好的 我有一种很安全的代糖 记不记得什么? Stevia 是的 Stevia 是甜叶 甜叶 蒸 甜叶素 Stevia 还有一个 Chicory 这两种都一种很安全的天然代糖 如果大家始终不能戒糖 喜欢吃吃惯甜味的东西 不妨可以用买这个 Stevia 我上次跟大家说 Stevia曾经被禁止 因为它影响糖厂的生意 但最近已经被解禁了 原来代糖产生那么多问题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发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回来第二节的自然疗发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健康之道在乎酸碱平衡的 那袁医生刚才提到有很多好和不好的食物 那关键是在乎酸碱值 那我们都知道不好的食物就是酸性的 那袁医生可不可以再和我们讲一下 每种食物的酸碱值究竟是怎样的呢? 或者和大家给一些数字 大家可以作一个比较 哪些食物是真的好酸好酸 哪些食物是属于碱的 那我刚才所说的大部分的不好食物 都是属于酸性的食物 那通常我们的符号叫做减的 这个减性食物我给一个加字 那跟大家给一些例子 譬如酸的饮品方面 譬如酒精 酒精是-28.6-38.7 是非常酸性的 就算是新蒸的水果汁 如果加上白糖 它的酸性是-33.4 那茶呢 就算我说是黑茶叶那些 是-27.1 啤酒-26.8 咖啡-25.1 那红酒-16.4 就算是果汁也好 但如果是经过包装的 即是纯天然 没有附加糖 都是-8.7 都是比较负的 好了 那蔬菜方面 如果是 我都说粟米 粟米也是-9.6 但薯仔呢 都是加2.0 但都是微微减 肉类方面 猪肉是-38 牛仔肉-35 牛肉-34.5 海洋那些深海鱼-20 鸡-18-22 鸡蛋-18-22 那蠔方面 就是-5 肝脏内臟是-3 还有器官内臟是-3 好了 那还有一些 比如说牛乳类的食物 那比如 硬的芝士 就是-18.1 有一种特别的 就是quark 一种特别处理的芝士 就是-13.3 好了 cream cheese cream cheese -3.9 牛奶 牛奶 是-1.0 我认为牛奶 是会有简性的 其实呢 新陳代謝的结果 都是属于酸性的 好了 那调味品 比如醋 很明显 是-39.4 那个醋 那个醋 发酵过的醋 是-36.2 芥末 是-19.2 还有那个沙鲁油 是-12.5 那那个茄汁 那个茄汁 都-12.4 是 好了 甜的食物 他曾经说 代糖 是-26.5 白糖 是-17.6 就算红糖 红菜 就是那些甜 就是那个 beats 这种糖 都是-15.1 黑椒糖 有时候我都叫病人 如果真的要用 可以尝试用 那些黑椒糖 就是黑椒糖 因为呢 它的抗蜜盐 比较多些 那它都是-14.6 那一般的 借糖 就-9.6 果糖 就-9.5 乳糖 就-9.4 那有些是蜜牙糖 是-9.3 就算是那个蜜糖 也好 都是-7.6 你看到 其实呢 这个问题 都是属于酸性的食物 好了 白面包 就是-10 那个 饼干 是-6.5 就算是全麦包 也好 都是-6.5 都是属于比较酸性的 还有那些 那些叫做 蕎麦包 或者叫做 Ry bread 都是-2.5 油方面 人造牛油 Margarine 是-7.6 苏米油 是-6.5 牛油 是-3.9 嗯 那果仁方面 那个 那个 神药说 花生 是-12.9 是 Hawaii果仁 Macadamia 都-11.7 腰果 是-9.3 所以呢 在我们的新的 食物 金字塔里面 果仁 是比较上 是属于 就是要小吃 那我们怎么 令到果仁 那个酸碱度 会改一点 就改善一点 就改善一点 我们就将果仁 是浸水 哦 就是你吃的 譬如杏仁 那样浸水 浸了水 浸了几多钟头呢 或者海仔冰箱 那吃的时候 就冲一冲 很爽的 浸了水 不会是軟了的 其实都是非常之很爽的 那大家都知道 水是很重要的啦 那我们 身体里面有70% 都是水分 那咖啡 茶和酒 我们都要避免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 可以喝呢 那很明显 水是很重要的啦 那我们 过去都 很多人都听过啦 我们大部分人 喝水不够的 那其实要喝多少水呢 最好我能够喝 差不多 四公升水 和一家人每日 哇 有没有搞错啊 我们怎么会 喝得那么多啊 很多人都不会口渴的 是 可以这么说呢 大部分人都不 就是叫他喝 是喝不到那么多水的 那但原因就是说呢 他们已经 喪失了口渴的那种 那种的那种本能 那如果你开始呢 将你的身体 越来越简化的时候呢 你开始喝水的 那个需求呢 就会会增加的 那大家都听过啦 市面上有很多 不同的简性的水 那些简性水呢 那个酸简值呢 那个pH呢 是介乎9和11之间的 那如果我们经常喝多些 这类的有简性的水呢 当然呢 是会将我们身体的 那个酸性的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脏物呢 可以中和了它啦 那也可以这么说呢 就是加上一个好的 那个饮食啦 那我们呢 可以将我们身体的酸呢 是可以真真正正的 是彻底呢 就是将它消除了它的 那呢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啦 那我们每日的 就是水喉里面 虽然的水是怎么样啦 就算你去将它 去一般的 所谓的过滤呢 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那我们现在的水喉水 可以这么说呢 是充满很多毒素啦 那不要说 我们已经将我们的水里面 又加上氯气 和枯啦 这两样都是致牙物质来的 那就算我们所谓 用中枕装水啦 那虽然呢 就那个味感方面好些啦 但其实它有很多些杂质的 那可能呢 因为主流过程呢 这些水呢 变成了死水那样的 那我们 那我们在 就是我们政府当然呢 就都知道啦 我们 我们用的水里面呢 有很多问题 那也都会想 会有一系列差不多 二百多种的 就是 就是 水的污染物 那我们都常常呢 就会 查住它的 但是其实污染我们的水源 那些物质呢 不止是二百多种 可以说是过千种的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去追尋 也都没有做任何的测试去看的 因为呢 很多这些测试呢 就是很贵的 有些时候 有些测试呢 就是测试 某一种物质呢 差不多 一成二千元那样 那所以呢 我们根本是 那些政府呢 官方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拆掉 那有时都不理它了 好了 那当然啦 我们都知道啦 就是在 我们的水喉水 就是不够的 不够干净的 那我们需要呢 自己想办法的 那有些什么方法呢 我们可以自己过滤自己的水 那当然啦 一个好的 的测试呢 有很多吸塑的测试 有很多吸塑的测试 很有用啦 那也有一种蒸漏水 我叫做液滲透 液滲透呢 液滲透呢 都是一个 一种有效的 就是减髒物的一种方法 是 如果我把那些水呢 是把它 就是处理了啦 那就好像 好像 就是我们的雨水那样啦 那蒸漏水 其实可以这样觉得 很相似我们的雨水的 但是这些水 始终呢 都是属于中性的嘛 它不是简性的嘛 那我们怎么可以把它 那它就是将它简化呢 那其实我们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叫做 酸简那些 那些 就是简化 我们的水分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滴剂的 譬如雙氧水啦 那大家都听过啦 那还有有一种叫做 Clorine Dioxide 这种是 就是绿化的 绿化箱 绿化箱 雙氧绿的水啦 那我们通常呢 可以加到我们的食水里面 那就可以呢 是将我们的食水呢 就是简化了它 那我们的来自去义 那这样它的双水呢 那这样 那们人家的双水呢 那咱 Bueno 那咱 Bueno 那一般人都是使用 咱 nucle 那咱不能哲地 那咱呢 那咱然后呢 那咱他呢 我们会用很酸性的吹煤剂 简化、中和、氧化我们的身体 将我们身体的酸简平衡得更好 通常我们喝水 尽量不要在我们吃饭时饮用 尤其是吃肉类的进食那一餐 我们需要酸性的胃液 不应该喝某些碱性的水 有些人都不知哪些买得到 Clorine Dioxide、Solene Chloride 或者是一种商量水 有些人都不敢用,怕听过 有什么可以简化我们的食水呢? 很简单的 柠檬汁和清凉汁 这两种都是很容易的 我建议很多人都会有这种习惯 早上起床 第一件事就喝大杯的柠檬汁的水 炸半只柠檬汁 开冲了暖水 最好喝的是和体温相似的水 太冷太热 都对我们的身体是一种压力 早上一大杯柠檬汁或者清凉水 作为一天的开始 除了水之外 我们有时都会喝果汁或者蔬菜汁 那我们去制作这些蔬菜汁或者果汁的时候 有什么要注意呢? 当然啦 除了喝水 我们都会喝很多汁 当然我们香港人 不是习惯人的水果 是 但是我也跟大家提过 因为水果的糖分太高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转做喝新鲜的蔬菜汁 是 8盎司 任何的情况 都可以在饭之前喝8盎司 或者当作一种零食 食物 这些蔬菜和草 你炸的时候 其实可以将营养浓缩 肯定是浓缩 而且你的身体 是更容易吸收营养的 就是与你自己 пит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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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Nature 當然你咬咬得越久 它なく出口 我们进入蔬菜汁的时候 我们最好慢慢地喝 像等我们吃东西 我们的身体才有机会吸收到 这些碱性的盐、维他命、抗物盐、二绿素、酵素 因为所有的蔬菜汁都很简化我们的身体 亦都会帮我们清洗我们的小肠 有时候这些蔬菜汁会供应我们很多酵素 帮助我们食道的消化 我们说有什么蔬菜我们去用呢? 当然,叶绿素,所有叶绿素的蔬菜 包括我们所谓的草那方面 例如小蜜草、大蜜草 因为要避免甜的水果 因为是糖分的问题 初初喝这些蔬菜汁 你会觉得可能很寡的 你身体未必会那么习惯 但是慢慢地 你可以加一些红萝卜 加一些红萝卜 加一些红菜头 或者是红色、黄色、绿色的 我们叫做 那个pepper 那个灯笼椒 甚至乎可以用一点薯仔 那么慢慢地 就是当你慢慢习惯的时候 最好那个饮品 那个蔬菜汁里面 是蔬菜要占百分之八十的 是 大家都知道 红菜头很容易炸到汁 但是红菜头 可以这么说 是一个很满烈的 下食度的清洗剂 是 所以呢 初初用的时候 都要比较小心一点 嗯 我都有时候和大家 过去都提及 有些人不习惯喝红菜头 如果一次过喝太多 他们就有点作悶 那好了 那红菜头 和那个 那个 甘筍 都应该占那个 那个比例 大概十个percent 或者再少一点 是 记住 不可以用太多 那 我昨天所说过 那个灯笼椒 那这方面的糖是比较少的 那这些都可以用多一点的 嗯 那就是呢 那个蔬菜汁方面 其实那个来源可以很多 那所以 那传统我们用呢 例如芹菜 是 青瓜 那个broccoli 西兰花 西兰花 green bell pepper 薯基尼 薯基尼是 蔬菜肉瓜 green beans lattice 山菜 cabbage 椰菜花 especially 那部分 比如说 那个 红萝卜,红萝卜上面也有叶 我们吃的红菜头上面有很多叶 其实这些叶是不需要放的 可以做蔬菜汁 还有番茄,番茄也可以 因为汁是比较多的 所以新鲜的番茄和炸的叶 例如小蜜草,草本,大蜜草 还有一件事 如果我们能够把种子发生牙之后 再来炸 可以这样说 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倍 而且它也是非常简化我们身体的饮品 有时候你会觉得 可不可以做一些特别刺激的饮饮方法 可以加姜 可以加辣椒 辣椒 辣椒 还有辣椒 还有蒜头 也可以用的 这些全部都是一种 可以制作我们的饮品的一种方法 好了 那 我们都强调 小蜜草,大蜜草汁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我们的炸汁的过程 其实我们都会不其然 是将那些果汁慢慢的微微的变为酸的 虽然它本身是一种简性的蔬菜 所以我们要怎样把它转回做简性的饮品呢 我就可以混合一些水 混合一些水 再加几滴 这些我刚才所说的酸鹅的滴剂 比如酸鹅水 或者是酸鹅水 或者是酸鹅水 这些类植 这些类植 通常在外国很容易买的 香港有时候比较难买的 喝果汁都要很讲究的 要越新鲜越好 就是不要有时候 就炸滴了一大瓶 放在冰箱那里 那里 你可以看到 它很快就会分开了 渣还渣 和水还水 通常我们喝的蔬菜汁 都不要等 让它多放十分钟十五分钟 就是总之 越快喝下去就越好 也有些人同时 就加维他命C 那些东西 所以喝果汁的关键性 都是要务求新鲜 那很多时候 我们会选择买些什么的炸汁机 那最好的炸汁机 就是一种压的 就是压榨式的 压下去的 就不是一种将它切碎了 切碎了那种 它的氧化 就是会令到酵素 会氧化得太快 那还有些 买些炸汁机 比如我们过去一直都记得 我们用一种 叫Champion Juicer Champion Juicer Champion Juicer的摩打很大的 很够力的 那还有呢 它是可以不断地炸 不断地 就是不用停的 不用炸完一轮之后 拿出来又要洗一轮 就完全不需要的 那这个Champion Juicer 是属于一种压榨式的 好了 那我最近在市面里 也都看到很多人 就用那些Food Process 就是不是一种炸汁 那就是一种搅拌机 来制造很多些蔬菜的食品 那这种我们叫做Purine 就是一种将它打成糊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之下 就是当然在打的过程 我将那些水果蔬菜 就发到像Cream 但是也有很多气泡进去 那喝干的时候 就可能都会 就是我胃里面 吸收很多那些气泡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真的要用呢 我觉得呢 都是尽量呢 就是当它用一个炸汁的方法好些 那当然了 Purine 这些这样的搅拌机 那会给你多些果汁 那但是最重要呢 最终最终呢 你都是咀嚼咯 就是果汁 不要像水那样 咀嚼咀嚼咀嚼的 很快地吞 如果能够慢慢咀嚼咀嚼它 就算是液体的汁呢 都是这样 我们身体 比我们身体那个口腔那些 是早点去消化 会更加好的 是明白 那我知道市面上呢 现在很流行 那些叶绿素的饮品 那又包含了小蜜草或者大蜜草 那其实是怎样喝才是正确的呢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之好的 和很简化我们身体的 这种的蔬菜类的饮品 那正如说 草那些东西 我们是一般人摆不到的 所以我一定要有一种 特别的制作的方法 将这些小蜜草大蜜草 变成一种粉状的 很容易即溶起的 一种这样的饮品 那我们通常呢 是天意怎样用呢 简单来说呢 可以将这些这样的 就是那个绿粉 就加到我们平时的那些饮水那里 那里 你只能将三茶匙 一日里面 这样 那有空呢 你就是用来喝的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总之呢 你平时喝这些水呢 你都可以加这些这样的 这种这样的 即是绿粉 绿粉 好了 那也有些人 都经常都紧张 他说 我们身体胃酸那么多 是不是胃液那么多 那我喝完这些 简性的果汁 其实有没有作用呢 那我记得我之前都和大家 都分享过了 其实我们身体的 虽然我们的胃呢 是会产生个炎酸 是 但是不是说 我们身体的炎酸 就常常都在的 嗯 就是视乎我们食物的 如果我们进食的时候呢 譬如我们进食一些蛋白质 譬如鸡蛋 肉类的时候呢 面包这些呢 那我们身体 会自然呢 胃里面的炎酸 就会出现的 嗯 平时里面呢 其实它的炎酸 不是常常在的 所以这个 所以你所担心的问题 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的 嗯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之前很久之前有本书 叫Fit for Life Fit一世的 它是很强调 那个食物配搭的 那袁医生 可不可以再和我们 讲解一下 那个食物配搭 应该是怎样的呢 那我们身体的消化系统呢 它是设计呢 它是设计呢 就不是给我们吃的 太过复杂的那些食法的 那因为为什么呢 不同的食物呢 是需要不同的 的环境去消化它 嗯 那虽然呢 我们就是身体 当然是什么食物 都可以去处理 但是呢 就不是一次过一起处理的 譬如 蛋白质的消化呢 是需要一个很酸的环境 那这个位置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胃那里 那如果我们吃一些 是淀粉质的食物呢 我们需要一种微微简的环境 在我们的小肠的环境 那这个是我们的口看 和我们的小肠的 那如果我们吃那些 就是那些油理的食物呢 也都需要一个微微简的环境 在我们的小肠的环境 就是那里进行 那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 如果我们的食物里面 一次过呢 就什么都丢下去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身体是无所适从的 嗯 譬如你吃了肉类 那你身体胃液呢 胃穿着就出来 那跟着你吃点饭 吃点面包 吃点粉 那这些呢 就会令到我们的胃里面那些 那些胃酸呢 被我们的那个 简性的酵素 在口腔里面那些 来到就是中和了它 那所以呢 我们也看到呢 我们那个饮食呢 就是如果是太过 每一餐 一次吃太多太乱的食物呢 我们呢 就会出现很多问题的了 好了 那简单来说呢 我们的食物呢 最好呢就是 就是简单一点 就是一餐里面呢 最好呢 就不要吃太多不同种类的食物 是 最好呢不要多个四种类的食物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了 那简单的配搭就是说呢 我们那个 淀粉质呢 就是饭啊 麵啊 就跟我们那个 蛋白质呢 就不要一次吃的 是 是 那就是我们当然呢 我们大部分人呢 就是吃饭盒啦 又饭啦 又肉啦 那这个是非常之不好的 那但是呢 蔬菜呢 就八搭的 蔬菜呢 可以配合我们的那个 那个淀粉质啦 也都蔬菜呢 可以配合我们的蛋白质 它进食的 那 跟着呢 就是水果了 通常水果呢 就尽量不要发后果 水果呢 那最好的就是单独来吃 是 单独来吃呢 那这个就是最好的 就是简单来说呢 其实呢 我们的配搭呢 就要留意这几样东西 就不要呢 就吃得太过混乱了 那但是有时候你觉得 哎呀 我最近腸胃 整天很不舒服啊 那样我又都记不出 我们曾经所说的那些 就是那些习惯啦 那些那些 那些规条 那样 那我们怎样做呢 我最好呢 就是单独单独吃 是吧 就是单调一点 是吧 你要吃那个蔬菜 就这样吃吃蔬菜 嗯 那就不要呢 同时呢 就进食其他一些的东西的 好了 那做东西呢 喝东西呢 尽量呢 就不要呢 就在进食进餐的时候呢 就一起喝东西的 是 那因为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将食物呢 就是未经咀嚼完整呢 就冲了到那个墙道那里 是会制造很多些 就是消化方面的问题 是 那还有呢 什么的饮品都是啦 尽量呢 是接近体温 就是不要喝些冰冰冻的饮品 或者炭热的饮品 嗯 因为太冰炭热呢 其实都会导致我们的消化 有很大的压力的 明白了 好 今次我们很厉害的这样 花了很多时间 六集的时间 跟大家分享那个酸减平衡的饮食法啦 那 其实病的根源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酸性 很明显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啦 那正确的饮食习惯才会令到我们白病都可以消除的 无论你有什么病困扰了你很久的 只要你有心尽力去跟袁医生 刚才和我们分享的饮食习惯去做 很有机会你都可以克服到的 对今集内容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 可以去我们的节目讨论区留言 或者Email给袁医生 dr.yuan at sourceradio.com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和袁医生会请打以下这个电话 25773798 多谢袁医生 拜拜